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节前文 上回书咱们说到 王三官好歹是央求我们的文嫂子出来 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了 文嫂子出来和这帮人好顿讲 好顿去说这个东西 咱说也讲了这个道理 说这个事 是 我们也知道 这农不出来不行 事不解决不行 所以说各位稍等 我们一定会把王三官给叫回来的 那咱说众人听到这话 那一起说到 说你看看 还是我们这文妈呢 是见多识广啊 明白不 说你老人家呢 早出来说这么句话 我们也不是说 这事就一定是急得不要不要的 只是呢 他们一直告诉我们 就说不在家 对吧 你看这事这不典型 应付我们 你说我们挨了棒子 能真的白挨吗 还是文妈您 这个知晓知书达理 您明白这事 您知道这事 我们怎么处理啊 所以说你要出来呢 我们也跟你把这话呢 交一个底 什么底呢 就这个话啊 我跟你这么说吧 实际上 我们这次来呢 也就是你破些钱财 破财消灾嘛 那你寻到这个份上呢 大家也都了事了 我们也不是说 非要带你去见官府 什么官不官呢 我们求财嘛 又不求气啊 所以说到时候 他们出来见我 你准备点东西 就没问题了 你要是不准备东西 到时候我必须 就把你王三官呢 弄到这个官府当中去啊 但是说此时呢 这文嫂听完了这个话呢 说哥们啊 你们讲的呢 没问题 没毛病啊 就是这么回事 你们稍稍的搁这啊 再坐一会儿 我呀 这个时候也对着太太 我去回复一声 安排一些好吃好喝啊 过来来招待你们 省着你看你们本来就疼嘛 咱说吃东西 哎呀 可以转移注意力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 好多人哎呀 心情不好了 这样那样的 就愿意吃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让自己感觉到幸福吧 所以说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 好喝的 招待着你们 省着你们饿了 这众人说 可不是吗 你看看文码 你太好了 那这事办的漂亮 我们打从这衙门出来 到现在连口水米都没曾喝过 可不饿咋的呢 咱说这文嫂子呢 是来到后边 一边窜着 是吧 打了这二钱银子的酒 之后呢 又买了一钱银子的点心 买了各种各样的 什么猪羊牛肉啊 就做成的各种各样的大盘 全给他们端上去了 哄的这众人呢 在前面 是该吃酒吃酒 该吃肉吃肉 特别舒爽 在这心 等王三官等会回来嘛 结果呢 他们真的能回来吗 那这王三官呢 是这边如今轻衣的 全都带好了 这得彰显文化人嘛 去找西门庆去 这边也是写了这个接铁 文嫂呢 是领着我们的王三官 也是戴上了眼纱 悄悄的呢 是从后门走了出来 这步行啊 就竟往这西门庆家走来 咱说来到大门手呢 这平安是认得的这个文嫂 说到说这爹才在厅上啊 这边呢 是进去了 这文妈 您来有什么话说吗 文嫂这时候呢 就递上了这个拜帖 那交给他说 这哥哥啊 你看你也受累了 今天帮忙 禀报一下呀 你看怎么样 这连忙呢 问王三官是要了这二钱的银子 就递给了他 那这平安呢 也替他 是吧 就去禀告这西门庆 西门庆一看这首本的这拜本嘛 这上面写着啥 说 卷 晚生 王彩 顿手摆拜 啥意思 我这过来来求西门爹来了 看看您有没有啥招 救小人一命啊 这一面呢 是先叫人 喊进这个文嫂子 问了会话 那然后呢 才是打开大厅的这个隔子门 使小司呢 去请这王三官进来 这西门庆呢 这个时候 头上也是戴着这中金金 穿着便衣 就出来来迎接他们来了 看到这王三官呢 是衣襟啊 这个穿得很正式嘛 进来之后 这故意的一拍大腿说 说这文嫂子 你看 你怎么不早说 我呢 穿着泄衣在此 啥是泄衣呢 其实就是泄毒的泄 这在古代上实际讲的就是 我们贴身穿的内衣 当然不是那种三角的 那种内衣 而是就比如说像衬衣一套 穿的这种内衣东西 我这是不方便出来见客的 那于是临左右 说这个赶紧给我 求外边的衣服来 这话也是很有神意的 告诉你 王三官 你来了 你这个事 我不是私事 文嫂子来了 我们可以办私事 你来了 我叫公事公办 我得穿上我这个正了八景的 办事的衣服啊 这也是为了吓唬一下这个王三官 果然嘛 这一下就震住了 这王三官啊 是连忙上前拦到啊 这尊博 是吧 尊博尊辩 您别整这个了 小侄我呢 是过来来拜读您来了 是吧 这旗感呢 这在劳驾您 您穿啥 您就光屁股在这坐着 都没问题 小人 我是来求您来了 那结果呢 这时候西门庆说 那那那算了吧 我就不换了 于是呢 让到厅内 这王三官呢 是务必请这西门庆说 大官人 您做好 您一定要坐正做好 为啥 我要在底下 我给你磕几个头啊 我有事 我要求你嘛 西门庆瞅着 因为心里边 大概也猜到啥事 但是呢 没太整明白 是吧 说这是我家 你这个 就不用这样啊 你别整得这么磕头 犯不上 咱都自己家来嘛 自己家兄弟 就是再三不肯受 那西门庆呢 这个时候也没办法吧 王三官就推说啊 大官人 您还是坐吧 为啥呢 说小职我呀 我有罪啊 我有罪在身 所以说 另外我也是久仰您的大名 我确实应该给你这个 欠个身啊 给您拜一拜啊 那西门庆这个时候说啥呢 说 就彼此 这个少礼嘛 这王三官啊 你就别磕头 王三官不管那套啊 是请您一定做 我一定给您拜上 说小职人家呀 老伯您 授我一礼 算啥呢 您就是长辈嘛 我这个必须得过来拜拜您 那于是呢 就告诉西门庆 说好歹您做好 那就是自己过来 叮当的 跑地上磕了顿头 也算是把这事处理完了 之后呢 西门庆也是给这王三官让座 王三官呢 就斜椅着这个凳子 这也不敢坐实乘了 斜搭着在边上 欠了欠身 就淡在这个椅子之上 说到这 小句想说啊 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一些人 真的 就是挺没礼貌的 这个礼貌怎么讲呢 有时候比如说 我们如果说到一些 你比如说长辈啊 就说比如说到这个 什么领导啊 或者说这个 哪里哪里去的时候 确实啊 你在那嘛 因为身份地位 虽然我们讲所谓人人平等 但是你知道 在那种客观的环境下 它等级制度是有差别的嘛 有些人到了一些地方 你不该那么四仰八叉的 坐着的时候 他就一屁股 坐得实实称称的 其实那种是挺不合适的 我们就觉得 巴不得都把自己鞋 脱来晾晾脚的那种感觉啊 有一些人 真的给人那种心态 所以说那种状态 确实是 不是那么太好啊 所以说这也算是一种 礼貌吧 这也算是一种礼貌的状态啊 所以说王三观呢 这个人你看 还是 真的是算是书香门地出身 确实礼貌上呢 还是比较明白 知道求人办事吗 你要有个求人的态度 少卿之间呢 这俩人也是吃了茶 这王三观呢 是向这西门庆啊 就说道 说小侄我呢 是有事啊 有啥事呢 我这也 这个来讨扰您 也挺不好意思的 于是呢 从这袖子当中 是拿出这接铁 随即呢 又是离席 跪在地上 就背着西门庆 哎呀 大侄子 你别这个样 赶紧起来嘛 对吧 他说的是啥呢 叫嫌弃有甚化 但说和害 这个嫌弃啊 其实指的就是朋友家的这种孩子 或者什么 其实也就是类似于子侄啊 就是这种关系啊 那这王三观呢 这个时候就说 说这小侄不才 我是有罪之人嘛 这个还望老伯您啊 这个念 您与我先父 是同殿称臣之缘由啊 这个一定要救救小侄我的性命 对吧 别让我见官 别让我这个那个的小贤呢 我就是小侄啊 我就是到死 我也一定我要这个感谢你 感谢你呢 再生之德 这个是吧 我就是特别感谢 一定要报答你的 那咱说 这啥事啊 为啥他爹和西门庆同殿称臣啊 可能吗 这还是一种所谓官场的制度 两个人都是官嘛 那你说都是官 你原来就属于一个状态 我们是一个序列的 自己人要照顾自己人 跟西门庆讨进来 那咱说西门庆呢 此时也是打开这个接铁 上面呢 写着什么这个小张贤啊 这等各个的什么和三啊 这五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就说到 说这帮官官 今天我在衙门里 是已经 已经处理他们了吗 我已经收拾他们了吗 这个饶着他 怎么又跑到你家 去烦你们去了 这什么情况 王三官听西门庆这么说 他说这个老伯啊 是这样 你看在衙门里呢 他们说 你已经把他们收拾了 对吧 压他们出来 他们过来来干嘛呀 说告诉小侄我要带着我去见官 说让他们出来来压我 但是这种事嘛 我们作为正常的角度去想 怎么可能呢 你西门庆府上 作为官府你要压人 你就是说 现在我们公安局派出所去抓人啊 难道我能派一保安去上你家抓你吗 你能跟我走吗 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王三官呢 此时真的有点是病急烂头衣啊 脑子都傻了 那这个事呢 也确实是缺少社会经验所为 那咱说这五个人来到我家呀 又吵又骂的 现在就想要钱啊 索要银两 所以说搞得我家里边也很乱 家里边你看还有女眷嘛 这搞的是不得安生 这话不说则已 一说家里有女眷 这个确实刺激到了西门庆 这个我们也理解啊 怎么回事呢 那这一头呢 也是把这个离帖也送上去了 你真找人办事嘛 你除了这个求人家 你这不还得来点实际呢吗 对吧 你拿点实际 你得拿钱去 这西门庆一看 这怎么还能这么个事啊 这帮官官我饶了他们 怎么又跑到你们那去讨扰了 他也给脸不要脸了 我们说啊 之前呢 西门庆在那捧着装着 因为他不太知道怎么回事嘛 也是正常 但是此时呢 这西门庆真的不是闹着玩的 他真的怒了 为什么怒呢 因为这林太太 我是在你面前说的保票嘛 我要把这帮人打一顿 这个那个的 我得处理 帮你儿子救人 怎么你过后还敢去找啊 你这在我美人面前 绝我面子啊 下次人家 是吧 在这个床上 要是绝我一下面子 我这老脸往哪放 你们太给脸不要脸了 所以说这次呢 西门大官人是真的生气了 这心里话 我没打扶你们是不是 你等着 你看我这次 是不是还得揍你们一顿 于是呢 把这离帖是还给这王三官收了 说这嫌弃啊 你啊 请回 我呢 也不留你做了 如今 我就派人去拿这帮光棍去 我让他们嘚瑟 你看我不打死他们 西门庆这个时候 我是管嘛 这个事我说了算 那王三官赶忙说道啊 说是 这奇感呢 蒙老伯您这照顾 是吧 小侄呢 我这边得叩谢您不止啊 于是呢 此时也是千万谢的走出了这西门庆家 西门庆呢 把他也是送到这二门首 说这个我就不好再送你了 对吧 我这穿着内衣嘛 穿着内衣内裤的 我就送你出去不合适 这王三官说 是不用出啊 大官人 这个叔叔啊 您赶紧回家去 您千万别送了 没问题啊 之后呢 王三官是戴上眼纱 也是披上大厂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转身跟着小司就回家去了 那这文嫂呢 在这儿 还是讨着西门庆的话 西门庆跟他说啊 说这样 这五个人不是在你家吗 你啊 也别惊动他 你们回去继续吻着他 我这边 马上我派人 我就去逮他 西门庆 我让他们狂 小样的 不弄死 之后呢 这文嫂跟着王三官 是暗暗的从后门 就又返回家中 那不成想 这西门庆嘛 随即是拆了一个节节 以及四个排军就一起过来 要到这王昭宣府那去抓人 说此时呢 这帮人正在那儿 哎呀 这个哥俩好啊 什么666啊 什么五魁首啊 就各种各样了 但是小剧也不会那玩了 大概的就在那吃喝玩乐啊 他正在那很嗨的时候 这衙门里边的人就去了 那咱说这工人呢 进去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不由分说 给每个人呢 也都带上了这个靠子 啊就这样 小兔崽子 跟我们走 那咱说此时呢 就唬得这帮众人啊 慌了 一个个是又面露土色 这刚被打完嘛 能不害怕吗 所以说吓得都不行了 连忙说道 说你个王三官 你说你个臭不要脸的 把我们吻到家中 对吧 你那时候呢 是倒把锄头 最后呢 反过来还来抓我们 啥意思 看明白了吗 你王三官跑去调人去了吗 这不反而把我们摁到了你家里边 给我们安稳在这 最后让官府呢 给我们一网打尽 结果呢 此时 这个杰杰 当官的嘛 人家说了一句话 这个话说的很中听 也很中用 符合现实 他说啥呢 你们这帮小司啊 害在这说这些没用的 害在那恐吓 说什么等老子回来 我怎么弄死你这个呢 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对吧 你别说那些了 现在你们就先给我想好词 到西门大官人那 你怎么求情 怎么讨饶吧 你先把你这命保住再说 这话说的实不实在 真的很实在 对吧 那怎么讲 实际上我们说 现实生活当中啊 你这个耍无赖 你没用了吗 你们几个 你不要在这再耍无赖了 不好使了 我们讲 这所谓的地痞流氓 你真进公安局 你真的好使吗 你碰着这些啊 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掌权的 或者说怎么样的 你真的还能要五喝六的在那装一装 在那得瑟一下吗 不行 也就是你们在现实当中啊 欺负这些小老百姓 可能好使 可能好用 你们什么黑社会啊 什么十二龙 十二虎 有什么十二豹的是吧 仗着人多吗 你们这帮痞子就厉害 但是你碰到现实当中 你真的遇到一十全派 你不就傻了吗 这话就不用小剧 再给各位再讲一下 这个某地的黑社会 被啊 这个某些十全派 把他们的洗浴中心砸了这个案子了 对吧 这个事 我估计大家也都知道 我记得小剧之前也曾经讲过这事啊 所以说这种道理呢 你此时别叫唤了 叫唤也没用 进了衙门 你就不好使了 这小张贤等人一听完这话 那真的是傻了 吓得这耳根子后边只冒冷汗嘛 这小张贤说 大爷您说的对啊 您说的真的是这么回事 那于是呢 咱说过了没多大功夫 就把这一行人等呢 是压到了西门庆的这宅府的门首 门上这排军啊 和这个平安尔也都在那 人来了是吧 人来了 你们想进就进啊 我还不让你们进呢 于是呢 一个个都伸手要钱 伸手要钱 我才能替你们禀报 要不然你们就在外边 拿着靠在地上过柜着 撅着 那你说这事谁受了 所以说肯定得上钱嘛 赶紧给人家行贿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看到啊 现在好多人都说 作为老板 你给老板做一司机 作为秘书 你能收到不少好处 能收到不少东西 但实际上通过这平安和几个排军的势力 我们其实也知道啊 不仅所谓老板的秘书 老板的司机 有回扣 有好处能拿 更重要的 连传达史 收发室那大爷 都有回扣 能挣 所以说我们单纯的 如果来说这所谓的贪腐问题呢 真的不是像我们想的啊 你抓一个人 就能肃清了这种社会的腐朽 就能把这种风气挣过来 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单纯 而是一种所谓自上而下的那种风气的败坏啊 所以说我们经常讲所谓反腐的问题 那真的叫任重而道远 好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 那究竟后来这五个小痞子后事如何呢 咱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